大家好我是武恨 今天想來介紹的是隨行陷影樹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隨行陷影樹的機師 他是可以讓附近的隊友傳到指令的位置 然後他會附一張瞬間移動卡 隨行陷影樹有一個限制就是 你沒有辦法在對方丟煙火的時候使用隨行陷影樹 所以你只能透過預判的方式來進行 接下來我透過這場實戰詳細來解釋一下 雙排的隨行陷影樹要怎麼使用 首先我是先用一個盾景豬去打 然後把卡姐一樣放出來 但對方的話是用煙霧去抵擋自己放煙火的意圖 那打了這一下之後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煙火師 就是很喜歡放煙火 那我就要對他有所提防 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們的卡牌的數量跟他卡牌的數量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在我下一次擁有盾景豬的時候呢 那個他就會有煙火 所以我這邊是先使用一個隨行陷影樹 然後來讓我的下一張卡是瞬間移動卡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瞄躲他的煙火 但是很顯然的對方沒有中招 所以我就把我的這個順順移給用掉 然後用去躲霧了 那用去躲霧之後呢 接下來我又刷出了一張隨行陷影樹 但你看一下對手顯然是沒有什麼在動 那我就知道他要放煙火 所以我剛剛其實已經用滑鼠提前放了很久 然後就等他出煙火的那一刻我用隨行陷影樹躲掉 那這是第一種手段 那接下來呢這一個煙火師呢 他是用刷牌的方式 就是他會快速的刷牌去弄 但是他不小心把煙火丟外了 還放一個鼓勵的姿態 可是其實應該是他自己丟外 那沒有關係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直很瘋狂的這個去刷牌 那刷出來之後他竟然應該會有一張煙火 所以我就趁這個時候呢 用隨行陷影樹而救我的隊友 那這樣的話 就是對方呢還是一樣出了一個鼓勵的這個姿勢 他顯然心態已經崩了 那既然他心態崩了之後呢 他這一場就不會打得太認真 他不會打得太認真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能夠拿下勝利 那這上大概是是 隨行陷影樹的使用方法 那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這邊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